陳偉業議員 郭主席 剛才中電講到滯後的情況 不如我們理解油價的波幅 好像這幾年坐過山車 但如果政府監管不力 或者資料處理得不好 滯後隨時變離後 我們回顧現時油公司的油價 在每一個油站都被市民強烈批評 加就快 減就極為緩慢 市民本身很難掌握滯後利後 時差是怎樣呢 因為有時差幾天調整 資料用數據上的差異 利潤可能已經很龐大 最後受害的就是小市民 我想問政府你究竟有沒有足夠的人手和專才 因為我們常常擔心那些財團 有九千一萬個專家教他們怎樣做 那你政府有時靠經濟顧問 靠自己的內部人員 很多時候你依靠財團給你資料 去履行審議完之後 胡混過關 至於怎樣去確保 所謂滯後其實變離後的情況 會不會出現和政府怎樣保證呢 另外一個簡單的問題就是 香港那個浪費電力是很驚人的 你嘗試去旺角 不要說晚上了 你四五點鐘去呢 那些招牌燈已經開到光過太陽 這些是完全浪費電力 也是影響環境 政府有沒有任何措施 一來減低電力的浪費 第二就是對那個環境 改善政府有沒有什麼措施呢 是 局長 議員提問 在那個中電的燃料價格條款帳幕那裡來講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我剛才提過 也都 中電的代表也都重複 就是用一個實報實燒多隨小寶的形式去做 因為在那個燃料的部分來講 確實是不受那個公司本身的營運影響 就是說大家剛才看到那個圖表 那個燃料價格有升有跌的 我們現在在這個計劃裏面採取的措施就是 實報實燒 就是說他用每年他可能要預計 在接下來一年裡面 那個原料價格是多少 然後實際上他購買原料的時候 所付出是多少 然後呢 作出一個比較 如果他是用少了錢的 這個結餘是一個正數的話 他要在接下來那一年 或者時間裡面是追收的 反之如果他在付出燃料價格裡面 是入不敷支的 即是有一個負債的 好像現在我們面前看到的這盤數來講 那當然消費者也都要給這個數 那所以在這個監察上面呢 我們是會看電力公司所提交的 所有他譬如說購買煤或者其他原料的合約 然後看實際價格作出一個比較 另外呢 我亦都因為兩間電力公司 都是有一個核數的工作 亦都有專業人士會去看 那第三方面呢 我們亦都有一些專家 是在能源方面呢 看一下那個公司提出的能源的購買 和我們在國際上看到的是不是相約 但最重要回答陳偉議員那一點就是 在這個帳目裡面是很清楚的 如果是他用多了錢他是要收回的 如果用少了錢他是要拿出來的 所以每一分每一毫應該在那個帳戶裡面 目前來說呢 在未來一年裡面我們看到 確實因為過往那一年裡面那個油價的升幅 所謂那個煤價的帳幅 是現在在那個結緣的帳目裡面 是有一個負數是有幾億元 那這個呢 亦都是在那個價格裡面反映了 那些資料可不可以公開呢 可不可以 或者書面提供 如果你現在沒有的 很簡單而已 如果中電不反對的 這些資料如果有這麼簡單直接的 那沒有機會可以公開 讓公眾可以參與審查呢 或者局長打一答那個 現在的燈港晚上黑響 主席我留下第二部分 剛才陳偉議員追問的問題 給中電去回答 就著第二方面 我完全同意陳偉議員所說 就是現時來講香港的電力使用 有很大的空間是可以節約的 亦都是為何今年你看到 在我們施政報告裡面 集中講那個低碳經濟裡面 很多地方都是講能源效益 由建築物以至到地區上面使用 特別陳議員提到 譬如說在燈光招牌那方面 我們在施政報告也提出了 我們要檢視那個問題 看看有沒有用法律的形式 就是管制一些沒有需要的浪費 我想相信這一方面 在環境事務委員會裡面 接下來我們會重點講一講 是能源的效益方面 中田那方面 那些文件可不可以提供給議員 SH 多謝主席 多謝陳議員的提問 關於那個數據 如果在講我們電力公司買煤的價格 和成本 其實因為我們每一年或每一次 我們都要報關的 我們報政府的海關 在香港政府也做一個能源的統計數字 其實如果大家可以看的 看回每一季度 香港的統計處 出了一個香港入口 能源統計數字 每一季和每一年 都有很清楚的數據 在那裡 究竟我們用多少錢去買 因為燃煤 只有香港兩間電力公司 沒有其他行業會用 所以就很清楚在那裡顯示出來 第二就是因為本身那個機制 實報實銷 如果我們都多除小補的話 其實可以看得到我們過往幾年 2004、2005年 如果看回那些圖表 其實當時外面的燃煤價格 都是上升了一層的時候 其實到當時我們買的煤 是因為有幾個月前已經訂了貨 所以我們通過燃料收費調整機制裡面 其實我們還給了一個回贈我們的客戶 不是每次都是加價的 我們有時是回購給我們的客戶 如果將來那個燃料價格是回落了 而我們那個燃料調整帳裡面的結餘是改善了的話 其實如果是有空間的 我們會按照這個調整機制 回購給我們的客戶 最後再補充一點 陳先生我想問題就是 你可不可以提供這些資料給議員 可不可以提供給議員 可不可以提供給議員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希望盡量不要離題了 關於整體的數據 我們每年年報在燃料費用 我們是有公佈的 如果是就著個別的 我們買煤的那些 因為牽涉和我們的煤炭供應商 合同所限 那裏個別的 我恐怖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不方便個別透露 好 多謝陳先生 跟著兩位